天氣漸漸冷起來了 是吃鍋的好時候 那今天要帶大家來這裡 台中呢 就是要吃一家非常有特色的火鍋店 我們進去問問老闆吧 我們養鍋 樓下的話都是屬於大台 一個或兩個都可以 那樓上的話都是四人座 像如果青森啊 或是團體啊都可以來這邊 我本身是嘉義人 然後我姓稱是南投人 開今天店的原因是因為 讓大家來都有家的感覺 就是有看到網路上的資訊 我覺得好像蠻熱門的 想說來吃飯 不管是他的養鍋或食鍋都很推薦 尤其是我最喜歡吃他的食鍋 因為離宮甲敬 同學聚散關在這邊 我們現在歡迎養鍋的創始人 老闆你好 你好 宇欽你好 各位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看到老闆喔 旁邊有一隻狗 怎麼會有一隻狗在你旁邊 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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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叫波比 他會站在門口等客人來喔 有一隻狗狗很可愛 所以有衝著狗狗來嗎 有 主要是這邊是從五有三三廳 然後而且這邊的料都很豐盛 這是我們的養鍋 一家店火鍋店的靈魂 我們是靠他開始研發出其他的樣子 這是肉骨茶 我阿嬤教我之後我才有這個糖 阿嬤的美傳 對對對 那他是其實用骨裡紹興酒 去做一個基底 而且他是比較偏溫補的 所以他喝起來其實也不會讓你燥熱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麻辣的部分 他有二十幾種的香料跟中藥 要精油花膠去炒過 那辣的香氣重 也會喝得到其中藥濃濃的香味 那我們一晚是每天先熬的牛奶 與其他吃的時候其實也會喝得到那個奶香味 那再加上我們有兩片起司 哇現在我們來到後廚房來看看這個 他們的鎮山之寶之湯是如何製作 老闆透露一下 其實基底就是高麗菜 那還有加一些水果 譬如說蘋果 甘蔗 最後只加一個東西 就是白胡椒 那其實還有濕幾種東西 那濕的就比較不方便透露 不方便透露 那火鍋除了湯底之外呢 要介紹這個肉 這個肉也是非常的重要 這是我們的招牌 雞油 我會經過一個秘法 我們是用蛋白去把它打成泡 所以它吃起來會有吃到那種雞肉的嫩 這個是沙朗牛肉 其實我們牛肉就是用chowice等級以上的牛肉 一定吃得出牛肉的甜味 這是你們特調的 這是我們本店的芝麻醬 那吃起來根本來是酸酸甜甜的 那會讓你更開胃 對 酸酸的耶 對 它偏酸 我們有加一點醋 對 去處調味 超好吃 好多味 哇 這個也是分量很多 這個也是被譽為比臉還大的牛肉 現在我要放跟臉一樣大的肉片 你們餓了嗎 它跟剛剛吃的肉質不太一樣 對 它的肉質會比較偏 扎實對不對 對 像這是宜蘭的鴨肉 因為我們肉都是每天獻來的 其實你會吃得到它的甜 好好吃喔 真的甜甜的耶 對 火鍋店大家都看得到這是竹培根 建議就可以加一點點芝麻 它沒有油膩的感覺耶 就是很爽口 而且配那個芝麻醬 超搭的 這個是我們欲為CP值最高的綜合海鮮 取自我們台灣最原始的東西 像這是台灣的蝦子 那台灣的鯛魚 雨昕手上這個就是我們的 最近要研發的一個九燈塔豬肉丸 它是用新鮮豬肉跟九燈塔去攪和而成 另外黃色這個部分啊 它其實這是我們最近才研發的 就是起司豆腐 來啊 本店的辣花枝招牌 它進去就是辣的味道先出來 花枝的香甜再出來 太好吃了 那這個手工麵是不是 這個麵超好吃的 真的很不錯 值得可見 我現在要幫雨昕的 就是我們的司豆腐 另外一個招牌 那我剛才首先有先加入 美港那邊手工的黑麻油 它再加入洋蔥的部分 它再加入我們的蒜頭 蒜炒一下 再加入我們的蔥花 祕密武器 對 那加入這些高炸 OK 那吃鍋就完成了 雨昕可以下料了喔 可以下料了 對 哇 那我一定要試試看 本店的招牌 貢丸 它口感超棒 而且它的酒盆才會超香 然後放在嘴巴裡面 毫無違和感 真的 我還現在嘗嘗湯頭是怎麼樣 它裡面不但有那個 高麗菜的香甜 蒜香以及洋蔥香 還有它們特製的湯頭 哇 吃到這麼好吃的鍋 不曉得台北也吃不吃得到 就跟我們一開始開店的聯絲一樣 我們希望有加的感覺 那所以其實我們預計 從現在開始就是做加某個動作這樣子 那希望就是大家有自從道合啊 還是對餐有興趣的 那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大駕店 三點的話我覺得那個龍蝦沙拉網很好吃 然後會有一種爆漿的感覺 平常是都點味噌鍋 它的味噌鍋都在家裡很厲害 所以這裡的環境都還能當得好 超清新的 哇這家台中的養鍋 確實可以給人家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他們食材新鮮用料又大方 而且之後在台灣每個地方 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得到了 大家是不是很有口福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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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